岩上事件 你說義大利麵喔 對啊 還好嘛 這不算黑點吧 可是那就是沒看我影片 沒看我影片要黑我 真的是怎麼黑都可以 動不動就會有錄的 因為一些小屁事 然後希望你把影片下架 他不知道下架 快要了我們的命 但我真的沒有想到 他要去低卡發文 他前面不是說 他不接受媒體採訪嗎 然後後來有五六家電視記者 去拍他 然後他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Jermaine的人已經打電話 來跟我們道歉 我就說根本沒有 然後那個老闆娘還說 這個我希望他們正式一點 發一支影片來道歉 不要這樣打電話來道歉 我就說 好 歡迎收看 本集的就是要對決之奢華中止通 V.S連假中止通 欸 所以誰是奢華的 阿你要開場嗎 到底是評價便宜的 到底是評價便宜的產品性 還是高規則華的產品性 下網歡迎收看 今天的就是要對決 今天要跟大家對決是評價止通 對決奢華止通 好啦 所以 奢華 我是奢華 我是評價的 我大眾 不然咧我們現在 我大眾止通啊 我大眾止通 那你戴起來覺得怎麼樣 有點臭 欸不是新的嗎 因為它是新的 有一個塑膠臭啊 那它這個塑膠味比較重 你戴久了會有你的味道 他們剛剛 欸 我這個我想要拿去賣 我再買一個 酒man帶過的 沒有要送我啊 我本人也要給我欸 對啊 好啦 沒關係啦 你說兩萬日幣 對啊 我這個拿去賣一筆 我再買一個送的 你現在想 不是 這個會有人買嗎 對啊 而且 等一下我現在 就是我去買 我會不會很沒禮貌 應該是沒有人會買 這個會有人買吧 酒man帶過的 中止通頭套 不是啊 那 好 那假設沒有要賣 那這個 你拿去 就是你要給別人戴 別人也不願意戴吧 酒man帶過 你拿你的 我是不願意戴的 真的假的 然後今天我如果 欸 你知道這個 不是 這個上個禮拜才送到 然後我們上個禮拜 在討論的時候就是說 如果這個還沒有送來的話 那就是開場的時候 只有你坐在這裡 然後我先給你戴 會有味道吧 真的會有味道吧 他有洗過 我會先洗過 會有止通味吧 沒有 他會洗過 好吧 可以可以 所以信號有到 對 信號有來 不然的話 你真的要先戴我們面具 好 我們先讓那個酒man把 我們先讓這個人 奢華中止通 你先把面具把酒貓 揭露一下這個面膜 然後觀眾等一下會說 這哪裡來的 真的是酒man嗎 呵呵呵 就是 你平常會看你PTT相關的留言嗎 我靠 哇 你要做這麼Hard Call 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你在ROBAN ROBAN有人就是PO史丹利去參加那個 就是我沒看到 然後他那篇就是說 嘿 史丹利一出來 結果你跟蛇丸看起來都變很小隻 對 然後我現在截錄一些留言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來喔 嘿 酒面不是聽說 每天都去健身房 怎麼肚子還那麼大 嗯嗯嗯 有你啊誰還好有空去健身房 酒面沒認真撿紙吧 酒面兩個月變胖這麼多也太扯 哇操原來蛇丸這麼小隻 酒面跟丹利屌打 哈哈哈哈 酒面那是肚子 劍到哪去了 笑死畫面看起來有夠滿 哈哈哈哈 然後酒面這叫有在劍 這裡是熊竹俱樂部嗎 哈哈哈哈 原來是酒面還以為是錯誤 難得可以三個那麼討厭的人站在一起 三個那麼討厭 他們連蛇丸都會去討厭下去 我就想說 他們討厭我跟史丹利就算了 我想說史丹利在羅板很黑是很正常 啊你在PET 就很黑 就很黑啊 就是你是最黑的那個 反指標 我覺得我沒有到最黑欸 你在YouTuber 我覺得鄭家純可能最黑 哈哈哈哈哈哈 你敢戒嗎 敢啊 你敢講我就敢戒 欸我跟家純的好朋友啊 跟我一起最黑還好吧 我本來YouTuber 我覺得最 我覺得YouTuber如果在PET最黑 我本來也是 菜喳丸 沒有其實要最黑 其實我覺得網紅都不會到最黑 最黑一定要牽扯到政治 因為牽扯到政治才被網軍攻擊 就菜喳丸 他之前那個 可是愛麗莎莎不是更黑嗎 他雞排妹也都有啊 多少 對啊 所以你 你原本就會得到一群 免費的黑粉 然後呢 你如果牽扯到政治 你就得到一群付費的黑粉 就會有雙重黑粉 付費黑粉 因為網軍就是付費黑粉嘛 真的是這個樣子啊 也是也是 所以你要說我最黑嗎 我覺得我的免費黑粉算很多 對因為我 其實從之前開始 我在八告版會 就是常常會看一些 YouTuber相關的評價 你的黑粉是有一些是很純 很 就固定那幾個 濃度很高的 有一個他就是會一直講說 他一直想要強調你 就是你沒有那麼有錢 你在裝闊 我真的是在裝闊 我真的沒那麼有錢 真的真的 我剛剛來到鍾子通的新辦公室 覺得他新辦公室給我的公辦公室高級 鍾子通比較有錢 好 國稅局 你該查一下了吧 你有沒有打發票啊 你們有 有嗎 你為什麼把你一男一男 這不是我在 我現在在想這件事情 我會 他就是會有一個 我真的有一個看到有一個網友 他就一直覺得說 你就是 你前陣子不是有那個 那間類似度假房 對 給我媽 然後他就說這個什麼裝潢不行 貢獻不行 我看這個間 應該也是跟建商合作打廣告 那種感覺 然後車子的話就說 一台超跑 花那點保養費都叫成這樣 我看一開始就只是想要拍來做個企劃 就決定賣掉的 以上都是同一個人 如果要嗆我窮的話 我真的是超開心的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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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真的傷不到我 因為因為 因為你之前講的說 因為你之前講的說 你賺了5000萬之後才發現 幹 好像講錯話 皮膚好像做人不能太老實 所以要說他是我的黑門嗎 搞不好他是我的分身 快來看吧 應該幫你洗白了 快來洗爛一點 洗窮 洗窮 爛 黑但是窮 假炫富 所以 例如说像 所以你自己的话会 去看自己那些评价吗 还是说就算了 我以前 因为我是交大毕业 就是宅宅大学毕业 所以我以前是超级重度的 BBS使用者 你看我会讲BBS 不讲PTT 就是我不只 我说PTT 以前清华交大的BBS 我也都会上 我也都有各版 然后我以前又当过PTT的 这个大版的版主 我都当过 大版的版主哪个版 以前我当过 星海争霸版的版主 那星海争霸版 那个时候也会到 同上人数 我到第三名吧 Oh God 星海版有一阵子 一两千人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原本是绝对 偏拥护PTT那一派的人 直到原本 我在上面一直被冒 你在 你八卦版 你其实 你知道 打九面的文章 比打九面的文章还多 我这个我真的没试过 我真的没试过 我就想说来搜寻一下 然后九面 我打九面搜寻一下 我就觉得说 奇怪 这个文章数 感觉不如我想象的多 然后我就 九面 换个思路 九面干超多的 对 我觉得你自己会很在意这种吗 以前会难过啊 你被骂一定是会被难过 你是不是没有经历过 被很多人骂 因为你的 你做的东西是偏散播欢乐 是没错 可是还是会有 我看到负面的 其实我们两个会在那边互相 我们两个超玻璃心的 你们看到负面的 就搜索九面就好啦 就发现靠腰 九面做什么 你都被骂 然后 那但是你的形象 虽然说你实际上很有钱 可是你的形象上 不让大家觉得你有钱吗 所以呢 不是 你要洗穷 然后你要帮我们洗有钱是不是 不是 我真的没有硬要说你有钱 但你办公室真的是比我的大 但我们是真的找一个 品数蛮大的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真的蛮大的 对 对 其实我们也要做办公室导览 所以我不怕你讲 我不怕你讲 然后我们在社群 精华地段 我们在社群上的有一个 那个take 就是我们是很穷的YouTuber 我觉得看 因为我们赚不了钱 可是有东西很穷吗 我们是穷 因为我那是更多真的是穷 扣掉我之外 他要跟你比是不是 不是跟我比 跟我比就真的太gay掰了 跟你比的话 那应该 应该有钱的不多 95% 应该90%的YouTuber 都在贫穷线下 没有没有 不是 不是因为 还是跟超派人生比 哇 那我是不是蛮穷 大家都在贫穷线下 我没有办法 金周刊买下来 我很follow他 其实看久了 是真的觉得 哇他蛮狂的 他就是另外 他就是把钱变得喜欢的样子 就是 对 他就是他风格跟我蛮像的 我觉得 就是也不能说他蛮 就是我们俩风格蛮相近的 就是炫富YouTuber 对走这个路线 但我是假 假有钱 他是真有钱 你就是买超跑来做企划 对 我就是这么虚伪的 半年以后就转型成 装扩型YouTuber 就不是炫富型 装扩型 你是说 跟抖音 你又要跟老赛斯 把卡车 被原本的车主赶走 你在我车旁边干嘛 在豪宅面前那边说 只要你们努力 你这样拿到主人就说 只要你们努力 人一定要上镜 主人就走出来说 你在我院子到底要站多久 不好意思 快好 再一次再一次 不是 因为说到穷 但我觉得也不能说 是你们有钱 就是我觉得你们蛮认真 制作 因为是3G在拍 大家有发现吗 你们的画面会切三个角度 这个通常是比较有资本的工作室 才在干这个事情 因为这反应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器材成本 第二个是剪辑的人力成本 因为你两机跟三机 要花的剪辑时间 会比较多 没有我只是比较会压榨 我的剪辑而已 那也蛮好 那就会变有钱 是这样吗 懂得压榨 就会变有钱 久面的教学 久面的教学 懂得压榨员工 就会有钱 对 谢谢 对 我完蛋了 因为原本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你有没有拉过一样是网红的 有啊 我之前有没有就网红啊 除了他以外 除了女友之外 我想一下 不是 那时候我就不有名啊 那时候我还不是网红啊 成名之后啦 成名之后真的不敢 真的不敢拉同好 真的不敢 会害怕对不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 他要戴头套了吗 对 我就真的要讲 我就真的要讲 我 因为刚刚郑总的说 我就说像我们这种戴头套 然后我就说 他就问我说 我平常会遇到路人会合照 很麻烦什么 我说其实也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反 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反 可是这个不是最大的重点 最大重点是 戴头套的人可以乱干妹 但是 前提是妹要喜欢同仲燕的外观 没有 是胖了之后的同仲燕 胖了之后的同仲燕 对 黑点太多这件事情了 我比较赞 因为最近其实也有一件 岩上事件 是意大利面 对啊 还好吗 这不算黑点吧 也不算 就是岩上事件 也是被靠北的 我数了之 应该十篇跑不掉 没有啦 这个事情分成 你有没有认真去看那个影片 你如果单看标题 当然觉得我在欺负店家 对啊 单看标题会觉得说 干人家意大利面就100块 你拿来跟几千块 或五六百的比 那没什么好比 可是那就是没看我影片 没看我影片要黑我 真的是怎么黑都可以啊 那我也他不是我的目标客权 我有实际去看影片 这个东西就真的就是 当你要评价的选择 跟你想要是一个奢华的选择 差别会是怎么样的 所以 如果以影片内容来讲后 我是真的觉得说 那你叫我下架 简直就是在搞 不是我可以理解 你作为创作者 我帮你们遇过 动不动就会有录的 因为一些小屁事 然后希望你把影片下架 他不知道下架 快要了我们的命 还是你也想下架 我最近有遇到 我们最近有遇到 正在解决 好我不管 反正你不觉得影片要下架 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吗 非常非常 他就是我们的创作 我们的小孩 对那你 我如果很有严重的错误 或怎么样 我愿意下架 我也不是坚决不下架 对 可是你如果因为一个 我不能认同的理由 就要我下架 而且你那个态度是觉得说 你就下架改一下就好了 哪有差 靠腰差很多好吗 不是而且妈的我也没有收你的业配的钱 对啊也没有收业配的钱 你也没付我 你今天如果说你是厂商 你要我下架 那我觉得我还能 因为你是付钱 而且你不是都付钱去吃的吗 对啊我们就支付费 对啊所以这也很不合理 其实这件事情从一开始 他当天大概影片上了两三个小时 就寄信到我 就是他就联络我的经纪人说要下架 我们说这个没办法下架 可是我也 这件事情我本来就不想闹大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对方这是送头的行为 我闹大了他更惨 对 真的所以从头到尾你都在看我 我到现在我 到我的限动也不会讲这件事情 我的脸书IGYT 我只有留那个演说 本影片不会下架 没关系 你在这里会上架 不是我单纯就觉得说 这事情闹大真的对这个店家也没有好处 而且我很了解 我了解是这个店家 他真的卖很便宜 然后他是很多可能学生的回忆 对 我也没有要弄这个店家 但是这个店家可能比较敏感 但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我没办法下架 可是其他我也不要把他闹大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去低卡发文 对 所以这事情就爆了 就是新闻就狂播 然后 而且你知道很荒谬的点是 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 他前面不是说他不接受媒体采访吗 然后后来有五六家电视记者去拍他 然后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他就说这个 今天早上这个Jerman的人 已经打电话来跟我们道歉 我就说根本没有 然后呢 记者就现场打电话给我经纪人说 听说你们跟他道歉 我说没有 我们真的没有跟他们道歉 然后那个老板娘还说 这个我希望他们正式一点 发一支影片来道歉 不要这样打电话来道歉 我就说 嗯 我知道 还是你的黑粉帮你打电话过去道歉 你的黑粉打过去说 我是Jerman这边的经纪人 不是啊 我是说这是曼德拉效应吗 就是 感觉好像有道歉 有一个平行世界的我 是我打电话去道歉 其实我打电话去道歉 你不要乱帮他道歉 莫名其妙 我Jerman的经纪人啊 我今天真的不好意思 对不起啦 对不起啦 那所有这些